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盘点自由市场还没有签约的球员 那么要是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自由市场其实人选还蛮多 要一个个聊完确实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会挑着聊 自由球员有两种 一种是完全自由球员 也就是我们说的UFA 另一种是受限制自由球员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restricted free agent 我们先从完全自由球员开始聊起 在NBA球队开始更重视进去站立的情况下 今年机会市场上其实剩下的中锋人选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不可能是有像Yokic啊 Embita啊Rudy Gobella这样的等级 不过还算是能用的吧 毕竟如果有那种等级 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自由球员 首先第一位就是Bismak Bionbo 实际上他是一名很好的老将和导师 黄蜂队友很多年轻的球员是非常尊敬他的 不过黄蜂目前并不是不要他 但问题是板凳上还有非常多的年轻球员本季都没有办法上场 而下个赛季在前场的上场时间更加拥挤的情况下 黄蜂实在没有办法再给一名前场球员腾出上场时间 即使是一名很好的老将也一样 因此球员如果还要花费多一年 甚至是多年进行重建 那么留下Bionbo的意义确实不大 另外Bionbo的资历和能力是可以成为有竞争力的球员板凳席上的优秀球员 在球场上的表现他都马上给球员提供的就是很好的进区防守能力 有着111.7分的Defensive Rating 但是进攻端上即使表现最好的是Pick and Roll 但也只是在众多球员中排第43 或许球迷会觉得这也还行啊 不过球迷别忘了Bionbo的Pick and Roll 大部分都是和Lamello Ball进行的 因此如果没有Lamello Ball如此优秀的传球 Bismac Bionbo的挡差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表现 这个是无法知道的 因此他这样的属性最适合哪支球队呢 我个人是觉得狼王 因此接下来Bismac Bionbo可能加入哪支球队 这个是我们可以多关注的部分 接着就是Demarcus Cousins 上个赛季在快传季后赛的表现其实相当不错 以他目前所展现的能力完全是有望加盟夺冠热门 过去Demarcus Cousins曾经是大家在讨论 联盟数一数二的中锋人选 巅峰时候我个人觉得是在2017年 能有场均27分11篮板4.6助攻 因此只能说伤病真的是毁了一个球员的生涯 实在可惜了 而聊到伤病L1B实际上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紧不受伤 而之前是有看到消息 就是很有可能下一个赛季整体报销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虽然人目前还是自由球员 却非常有可能拿不到合同 我们以KD的例子来说明 那一年KD在勇士对阵暴龙的系列赛 阿基里事件受伤 然后那个时候是已经知道KD下一个赛季整体报销 但KD怎么说也是联盟的超级巨星 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最强的得分机器 因此狼王当年愿意以4年1.64亿签约KD 给KD一个赛季去养伤 当然Aaron Baines能给予最高的评价就是一个相当秤子的合格内线 并且还蛮好用 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有球队给他比如说一个两三年的合同 然后让他整机养伤 而比较年轻的内线人选其实也有 比如塞尔提克的Luke Cornett和托荒者的Harry Giles Luke Cornett从目前的表现来看是有一定的外线能力 蛮符合目前的球风 因此要拉开场上空间的球队是可以考虑牵下他 而且他目前只有26岁还有开发的潜力 至于Harry Giles 他主要的问题还是作为内线球员身材有点不够 度位不足 加上国王时期不夸张的说完全是被国王养坏了 不过都说了是国王咱也不能要求什么 他的潜力是无庸置疑的而且只有23岁 不然是蛮期待有球队牵走他 那么风险的部分我们挑两个来聊吧 首先就是绝境的Paul Millsam 实际上他并不是不好 只是绝境目前在有Michael Porter Jr Aaron Gordon Jermichael Green 甚至是刚引进更好用的Jeff Green 站在绝境的角度如果不留他 没有问题 因为绝境的风险战力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留他其实也没有问题 毕竟有他在的休息室气氛相当好 但是以他在场上和场外能做到的事情 个人是觉得蓝网、绿山君和醍醐是可以考虑欠下他 蓝网的部分个人是觉得Paul Millsam场上能做的 其实就是接近于Aldrich之前加盟蓝网的角色 也就是挡菜后投篮 帮忙拼一点篮板和防守 第二种方案则是把他放在板凳上 提供蓝网更有深度的板凳席 而绿山君和醍醐其实相当年轻 Milzap非常有可能是以导师的身份和他们相处 并且帮忙维持休息室的气氛 所以这三支球队不管是哪一队牵下他 我个人是不会很意外 而Jerard Daly其实我也不知道有谁目前还需要他 毕竟他退化的蛮严重 而且速度真的超慢 篮球这种运动除非你有其他方面的优势 否则没有速度真的是相当吃亏 但不否认Jerard Daly绝对是一个很好 非常好的休息室领导者 至于后场的部分 首先就是大家相当关注的Izio Thomas 地表最强175 前几天在Pro M赛全场砍下81分 赛后的他相当激动 对了可能有些球迷看他那支情绪比较激动的影片时 都觉得他说的是联盟放弃了他 They give up on me 但实际上他之前是有澄清 他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曾经放弃了他 并不是指联盟 不过无论如何 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球迷都和我一样 希望他能重返NBA舞台 目前看到的消息 Izio Thomas实际上已经和四支NBA球队有联系 至于能不能重返NBA 这个是我们可以多关注的地方 无论如何 我相信世界是公平的 大部分的情况下 只要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祝福Izio Thomas要日返回NBA 第二位就是Avery Bradley 聊到Avery Bradley 就必须拉上目前还是自由球员的Wesley Matthews 一起来聊 他们两个我个人是觉得蛮像的 也就是进攻端有一点不太稳定 不过他们两个的防守 尤其是外线防守是相当好 目前的联盟球风相当依赖三分球 所以如果有需要补外线防守的球队 这两个确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人选 第三位就是DSJ Dennis Smith Jr. 不过一样的聊 他就必须带上Dante Exum一起聊 两人其实都是算是蛮年轻的后场球员 有潜力 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兑现出来 尤其是Danny Smith Jr. 目前只有24岁 球风相当快 且运动能力极佳 爆发力强大 打起有点暴力美学的感觉 个人是觉得他的Hesitation相当强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年轻球员之一 个人是觉得其实热火 雷霆都可以考虑把他牵进来 加盟热火的话 其实让他打第二阵容会是不错的选择 丰富板凳战力的同时 还可以继续开发他的潜力 雷霆的话其实就等于尝试再养一个年轻球员而已 毕竟24岁的他曾经也是贵为2017年的乐透9号签 不过不知道雷霆是否会这么考虑 毕竟今年也是选进了Trainman和Josh Giddy 而且还有SJ坐镇一号位 一号位相当拥挤了 无论如何期待他们接下来在NBA的发展 最后来聊一下受限制自由球员 首先就是工牛的Laurie McKinnon 他的打法相当百搭 能打四号五号位 有一手不错的外线能力 他目前是公开表示不想继续留在工牛 由于是受限制自由球员 所以应该是会以先签后换的方式离开 工牛目前的要价就是要搭个首轮签才肯买Laurie McKinnon 而从现在的消息来看 提呼和独行侠对他非常有兴趣 不过要是真的说适配性 我个人是觉得独行侠会比较适合 因为围绕Dontich的打法来组建阵容的话 与三分能力将会是一大加分点 毕竟Dontich切入后分球的能力几乎是联盟顶级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 如果Laurie McKinnon真的到了独行侠 蛮看好他和Dontich的配合 不过我是觉得啦 自己的看法应该这笔交易会达成 除非就是Pozingis会卖掉 不然前场会非常拥挤 而第二位就是提呼的Josh Hart 他不想待在提呼几乎是忍尽皆知的事情了 所以他的部分肯定是要离开 Josh Hart其实是能打二号和三号位 虽然得分能力不是很出众 不过以他的身材和场上位置的角度来说 在防守能力和篮板球方面真的是相当出众 至于会去哪支球对于目前我是没有什么想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Josh Hart前的下家的想法呢 另外大家觉得Azia Thomas会重返NBA舞台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球 不知道上篇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位球员已经被球队签下来了呢 应该不会那么巧啦 无论如何这一期就这么多啦 我们下期再见